大家好 以后茄子买回家不要再红烧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饭店非常火的做法 出国外交里内非常的好吃 大人孩子都爱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茄子 先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倒入适应的清水 给它清洗一下 洗掉茄子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洗干净之后 控水捞出来 放到案板上 先去掉根底 再从中间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四 接着再用刀把里边的瓜上片下来不要了 茄子让水分含量比较高 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接着再斜刀切成棱形片 这样切出的片特别的漂亮 做出的成品也会更加的好看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许白醋 再加入一勺食盐 接着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摸过茄子 然后下手抓拌最远 把里边的食盐和白醋 抓拌至融化 将茄子放在淡烟水中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辣椒 先切去根底 然后再从中间片开 取出里边的辣椒籽 接着给它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绿芯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根胡萝卜 先斜刀切成厚片 然后再改造切成绿芯片 切好之后和青椒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瓣大蒜 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用刀剁一剁 剁成蒜末 剁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改造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去掉根底之后 再给它切成小圈 全部切好之后 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节大葱 从中间对半切开 然后改造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也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番茄酱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再加入一勺蚝油 少许老抽上色 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 最后倒入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里边的调料搅拌至化开 提前调个料汁 是为了在炒菜的时候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茄子也浸泡好了 然后下手简单的抓起一下 洗好之后 空水捞出来 放入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接着下手抓拌均匀 抓拌至茄子 都能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接着再第二次加入玉米淀粉 再次下手抓拌均匀 非两次加入淀粉 这样可以使茄子的表面能更均匀的裹上淀粉 这也是茄子外交理论的关键 最后抓拌至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锅烧热 往锅里倒入多一些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五成热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周围茫密集的小泡泡 这个油温刚刚好 然后把裹满淀粉的茄子放入锅中 刚下锅油温要高一点 这样定型块 茄子里面还不遗其太多的油 下锅之后先不要搅动 给它炸至30秒 把表皮炸至定型 再转小火慢慢的炸 然后用筷子搅动底下 让茄子输得更加均匀 把粘连在一起的茄子 用筷子搅散开 炸至茄子微黄之后 先把它盛出来 放入露篮中 再次把油温升高到七八成这 然后将茄子倒入锅中 复炸一遍 这里复炸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约复炸30秒左右 这样才能达到外酥零嫩的效果 炸好之后把它捞出来 放入露篮中控一下油 借锅里的热油 把切好的胡萝卜和青椒 放入锅中给它炸一下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炸至3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控用捞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下面锅中留点底油 再次加热 把葱姜蒜小米椒倒入锅中 开大火翻炒 炒出葱姜蒜的香味 炒香之后 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把汤汁煮开 一边煮一边用铲子不停地搅动 这样可以防止汤汁粘锅底 大约煮一分钟左右 把汤汁熬至浓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炸好的茄子 再把炸好的胡萝卜和青椒片也加进来 这要用铲子快速地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茄子都裹上一层料汁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出的小手给我点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重力 感谢您的支持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盛入盘装 这样一道简单又好吃的炒茄子就知道完成了 茄子这样做 吃起来咸样式口 芭蕉里面 特别的开胃又下饭 就连挑食的孩子都特别爱吃 福天天行明日 吃饭没胃口 您可以像我这样做 保证你吃一次还养吃 喜欢的朋友就专注收藏起来试日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感谢您的支持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好 夏天我们要多吃茄子 以后我们买回来的茄子 不要总是红烧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新做法 不用蒸不油炸 吃起来家人都说比大一道肉还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根新鲜的长茄子 先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饮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给它清洗一下 茄子用淡盐水来清洗 洗的会特别的干净 因为茄子皮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这里咱们就不用给它去皮了 所以说这里一定要好好的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空水捞出来 然后放在案板上 去掉根底 现在咱们给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不要切的太薄 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切好之后放入盆装 往里面倒入食安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白醋 用手抓拌均匀 给它浸泡五分钟 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接着准备一个青椒 先去掉根底 再对半切开 去掉辣椒子 这样吃起来不会太辣 然后给它切成随意的小块 一个红椒 同样切成小块 搭配一下颜色 好看又好吃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把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葱叶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放入另一个盘中备用 几瓣大蒜给它切成薄片 一小块生姜切成末 全部切好之后和葱白放在一起 再准备三到四个干辣椒 用厨房剪刀给它剪成小段 不喜欢吃来的也可以不放 剪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泡好的茄子给它空中捞出来 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个茄子都能裹上玉米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咱们来调一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味 一勺食盐 少许鸡酱 半勺白糖 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最后倒入小把碗清水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提前调一个料汁 下一步在炒菜的时候 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这样也能节省炒菜的时间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裹好淀粉的茄子 一片一片的摆入锅中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那发四大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 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这事 全部放好之后 开小火慢剪 一面煎至金黄火 咱们给它翻个面 继续给它剪 煎至像这样两面金黄熟透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放入青椒蒜 干辣椒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放入切好的青红椒块 稍微的翻上几下 再放入煎好的茄子 接着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然后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大约翻炒一分钟左右 让汤汁都能均匀的包裹在茄子上面 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放入盘中 再炒上迷人的小葱叶 美味继承 一道营养又好吃的 加上茄子就知道完成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的茄子 吃起来外交零零 咸羊肉味 特别的好吃 香辣爽口 开胃一下饭 就连家里爱挑食的孩子 吃了之后都说比肉香 天热 如果您吃饭没有胃口 可以用茄子像我这样做 保证你吃一次就会喜欢上它 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使用 关键式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装着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感谢您的这事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